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个节目的其中一个主持人 当然这个主持人就是梁国雄长眸 但因为长眸还起来 于是这星期的节目仍然由我独担大棋 但有限于独担大棋 其实可能会比较难负担整个节目 所以我今天有一个特别嘉宾上来 这个特别嘉宾很特别 因为可能只是出现一次的特别嘉宾 但不是因为这个嘉宾只是出现一次 而是没有一个意义在那里 我认为这个嘉宾 我认为我们这段嘉宾 常常会讲到一些和大学生有关的议题 或者可能有一些朋友今天有看报纸 就会讲到 其实有一些在内地 可能都是内地的父母 但其实落到香港 接着很可能 小朋友在香港出生之后 小朋友是送到内地 然后这些小朋友再长大落到香港 也有一些分析讲到 就是说这些新一代的香港人 又或者是回归之后 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之下 承受香港人 究竟会对整个香港的社会政治有什么影响 当然这一件事就留在将来的机会 时我们会再讲 但作为一个个案研究 我们今天身边这位朋友 其实都是一个很值得讲的地方 不会因为这个朋友可能 将来可能继续出现 不单止出现一次 或者在正式节目开始之前 也多谢负责首语的两位朋友 阿湛和韦楠 今天帮我们做首语翻译 好了 之外大家都看到 都能临近圣诞 所以也有一些圣诞的布置 希望令到整个节目 都有一些圣诞的气氛 也看到我们的牌 都换了一个很漂亮的牌 我想除了硬件 各方面的进一步去优化之外 你知道我们回归祖国 连讲话的术语都要祖国优化 或者是这个势头越来越劲之外 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其实在这个年代 这个势头里面 就是读书 或者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成长 其实都面对了很多一些 未知的因素 所以我想今天去想 就是说今天的节目 作为我一个主持 希望找到一个嘉宾 能够说到话 又或者其实都能够说到 以他的一些经历 他的观察 去看回究竟 八十后年青人 又或者其实都能够上到大学 继续去进修或者是学业 但面对这样的环境 面对这样的时势 究竟他有什么感受 甚至我们讲到 这个节目限阻忘 究竟他是感受 或者各样东西 从一个变化的角度 从一个变革的角度 究竟也都反映到 这个社会有什么值得留意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很高兴 为什么请到我一个嘉宾 他的名字叫Dixon 其实是大学生来的 或者将时间交给Dixon 很简单自我介绍 我们Dixon 现在是读年三年 就毕业了 一个三年级 就是毕业的学生 当然从一个政府的角度 也是投入一个就业市场 又或者 无论Dixon将来 无论继续进修或者继续工作 我想这三年里面的大学生活 都给予很多观察 当然大学生活本身 有很多不同的切物点去理解 或者先由我们两个 认识的角度去看 就是认识整个大学生活 或者整个80后大学生活 其中一个部分 记得我们如何认识 我们在四川交流团里面认识 好 四川交流团 大家都知道就是说 其实回归之后 我们特首 觉得我们的香港人 对祖国不认识 所以其实在施政报告里面 都不断提出就是说 鼓励一些中学 甚至大学搞一些国情交流团 所以其实这国人交流团 就成为了很多年轻人 认识祖国的一个重要的 可以叫做手段 好了 就在整个国情交流团里面 我认识 当然其实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抱着一个 我自己立成先 因为我去国情交流团 最主要的原因 都是我自己的研究一部分 但其实Dixon 为何你会去国情交流团 我其实都是 说真的 都是想第一 了解一下国家 第二 当然 就是 无可口非的 都是玩 其实都很坦白 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 这些国情交流团的 吸引地方 第一件事就是 有学校的津贴 中学的交流团 回到国内 可能都是给那千多元 如果大学交流团 其实很多都有一些 行政的部门 是有一些津贴给他们 所以其实这些交流团 这么受欢迎的原因 其实都可以作为一种 廉价旅游的一个 很重要部分 可以告诉他 就是Dixon 究竟这三年里 去过中国什么地方 如果算交流团 就去过中国的东北 吉林 另外去过黑龙江 另外去过中国四川 最主要去过两个地方 就是中国东北和四川 整个交流团里面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 去过国情交流团 会不会是对中国的认识 特别多 特别深入 那你作为国内人 你同不同意这种说法呢 我不是很同意 因为其实 国情交流团 其实对国家的了解 并没有另一个学生 有任何 可以说任何的增进 就是我们看到的东西 只是一些很表面 很片面的东西 而且是不能够令你了解整个国家的运作 我都知道很多国内交流团 都是由中联办 或者一些内地组织去到统筹 甚至安排所有行程 你刚才说到对国情交流团 有这么多 就是有一些疑问 或者批评 那我们去过四川 我记得 那四川那里 其实 因为大家知道去过四川 至少一篇文 甚至香港政府 其实整了一个网站 把你那些 即是去过的旅行的分享 都要放上网 这样 这件事其实也很有趣 因为 其实在我自己的观察里面 放上网里面 可能就是一些 团人在那里做V 做这些手势的部分 当然也可能有一些学校 比较认真一点 真的去一些相关 例如我们去四川 当然有几个景点 其实也很震撼 其他一个景点 就是地震为止 很记得就是 那个位置原本是一条村 但是因为地震 地震 然后火山的爆发 或者地壳的变动 令到整条村 不单止被异平 甚至就是那些地震里面 一些岩石 令到整条村被掩抹到那些石块 或者是一些已经融固了的岩植下面 成为了一个天然 但其实可能有悲惨故事报道的背景 记得我们在房里面 甚至我整涵了一个女同学 是 是 就是这样的 因为那女同学其实从外国回来 那个同学叫Mandy 如果Mandy有机会看到这些节目 我会给她拿来 好记得就是我说过一些观察 令到你有一些激动 其实她的说法也很对 就是说突然间在一个突然期内 又不可预测的灼烂里面 整条村的人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那她见到这些环境当然是觉得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然后就很激动 那你觉得这些场面 其实是否作为认识国情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或者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是否帮你认识国情 不关事的 其实这些东西就是每个国家都会发生的 地震等等 而认识国情其实不只是在一个很表面的东西 可能是由政治经济等等不同的范畴去认识 而不是只是一个很表面去看一个为止 这样就去了解一个国家的国情 这个部分只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很表面 刚才我见到Dixon都说了很多很表面的部分 其实你期望的国情教育团 我们会叫做超越表面 你觉得希望当了些什么呢 你作为一个参与者的角度 我希望是一个很多角度的事情 譬如真的了解到国家的政治 经济体制 交通 而至是一些它的运作 它的教育系统 记得我们其中一个去过的地方 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航天的一个 一个大厂厂厂製造 是的 是的 我还记得就是说进去之前 是要经过很严格的一个 就是安全检查 就是将除新的物件要放在这个存物管 甚至很夸张 是不是好像说衣着都要检查 好像是的 因为我们有同学差点进不去 因为短褲 是的 大家都知道它就是说 咦 最短褲不能进去 又有安检 很多东西都不能进去 相机我们都不能进去 所以我们就拍不到照 但是记不记得 我们差不多看完的时候 你打了一句 挺有趣的说话 记不记得 我不记得 因为你说航天 基本上应该是中国 即是高科技 或者高范层科技里面 最顶尖的部分 但是你竟然说到 那些东西 十凌二十年前的防罩 是的 那为什么在中国 好像高档货那样 是的 其实这些技术在美国 澳洲 五六十年代 已经做了出来 人家已经做了出来的 根本不值得 有什么很新 很保护性的东西 所以我想 刚才问Dixon 一件事就是 这些东西是表面表面 我想有一件事 大家看国陈教育团 当然我们很多时候 批评 如果我们看一些 保障里面 批评国陈教育团 是洗脑 各方面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从一个 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的部分 从一个参与者的角度去看 国陈教育团 我刚才说的两个情景 第一个情景就是 地震为止 第二个情景就是 一些高科技的制作 支持国家的强大 两个不同的情景 一个是悲情的 一个是强大的 但是你发现到 悲情的情景 纯然只不过是 善情 眼泪 甚至是博人同情 希望透过同情观 去量解这个当局 即是地震方面的一些措施 另一方面 其实刚才Dixon也提过 就是一些所谓的高科技 做过很严密的检查 安检的方面 但是竟然它生产出来的东西 其实在外国 根本已经在十凌二十年前 已经是做了 但是 比一些参与者的角度来说 竟然是高科技 会否是过分强调中国的高科技 那方面的成就 而根本分入了一个 比较性的一个观察 就是说 原来你这些东西 都是十凌二十年前 整个外国已经是做了 还有一样的 就是我们看厂房的环境是如何 那些工厂的员工很奇怪地 没有戴头盔 以外国标准的资格 基本上 你连安全的问题 你都未做好 有些东西会凹下来 原来很多员工不戴头盔 然后你见到地下是骚髒的 即是那些螺丝钉 或者一些金属的废物 可能你背了螺丝钉 然后有一些螺丝的碎片 或者甚至一些不要的部分 是丢了在地下 是没有人去处理的 甚至我见到 就是有时地下 一条条的那些 那些叫 烧行型 烧行的一些器具各方面 所以 我们会看回就是 国情交流团 当然 有些人就会说 你们大学生 我在大学里面做事 什么都知道 但是 会不会被小学鸡 中学那些 会不会真的骗到他们呢 可能会骗到他们 或者可能他们未见过 一些更高科技的东西 可以这么说 其实以外国标准来说 这些东西 基本上是很普通 所以 当然 我刚才 我要向小学生 中学生道歉 我不应该叫小学家 同日中学偶 但是 我们会说 如果国情交流团本身 如果你只是单凭一些环境观察 而你是没有好好做一些功课 或者没有好好真的 参与过 我想最简单一件事 不讲高深了 就是说 我认识国情 是不是单凭国情 就当现实的全部呢 这个是一个 作为整个真正教育 一个真诚教育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如果我们很简单 譬如说 入到去 一个厂房 你看到一些工人 没有做足安全措施 没有带头盔 工作环境外 甚至去过厕所 都是骯髒的 那 你想一想 你不要说 我 不理解国情 理解国情 你从一个常识的角度 你觉得 真的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通常的国情交流团 有没有发现到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交流 是的 很单向 你会见到 如果 你去过一些 当如 因为我自己去过一些 美国 英国 那些地方 都叫交流 你一看 我们 跟一些 教高层的官员对话 是隔着 因为中国开会 很喜欢隔着两边 你只可以单向去问问题 他 说整个小时 他说自己一篇稿 你不如自己上网 都已经可以下载到的东西 是的 我觉得 每一样很单向 好像上课一样 没什么特别 我上课不是单向 可以给问 是的 当然 其他部分 刚才说到很多 关于国情交流团 我认为大家都作为一个 我认为一个 我认为一个 我叫做insider 即是一个局量 我都要理解到 实际的操作会是如何 又或者其实 国情交流团 究竟有没有 帮我们认识中国 还是更加 对中国有一个 误解 可能大家 无论在镜头前面 将来 有机会去 或者没有想着去 或者没有机会去 都心中有数 当然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我们去国情交流团 就是因为 就是学校津贴的旅费 或者可以回大陆玩 那 我记得就是说 其实 很多时候 国情交流团里面 其中 有一些部分 就是跟当地大学生 就是 去到 交流一下 你对内地的大学生有什么观感呢 内地大学生 他比出来的是一些很醒目 成绩应该挺不错 一些很标准典型 一些要好的大学生 特质的大学生 但是 其实 我很相信一般大学的大学生 其实都是 资质都是很一般 不是那么 就是很出众 他们展示出来的是一些 学生会主席 副主席 搞很多学会 就是香港的上庄 所以你会想一想 就是 当然其实 别人都是给我们面子 当然是最好 最擅长 最漂亮 你会发现到 很多时候的国情交流团 一定有几个必然的环节 第一就是唱歌 是 就是突然间会准备 几个内地生 就是内地学生 会隐行高歌 令到整个气氛 是狡猾的 另一个部分 一定是一些对谈 你觉得 对谈的部分 你觉得 他们是不是 油冲地 将他们的一些 想说的东西 和大家分享 还是很想 将官方说话 不断重复 你去过 那几 可能在四川最后 之前的地方的部分 我想他最初 就会说一些官方的 但你慢慢和他生活下去 你会发现 生活下去 不是 就是慢慢谈下去 你会发现 有什么分别 跟香港那些 其实都是一个普通人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会有个想法 就是说 内地的大学生 勤力过香港学生 内地的大学生 即是过香港的大学生 但我觉得有一件事就是 譬如我自己作为 在里面做教育的工作 那常言我只不过 是看他们的 海试卷 他们的论文 他们的报告 各方面 去看他们的 一个能力 或者表现 那 我个人而言 就会 我又不会很特别 觉得 香港和内地学生 有很大分别 因为我想 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说 你来香港读书 那一班学生 跟内地 那么多的大学生来说 那内地大学生 也可能有个部分 都跟香港一般学生 一样都可能 比较适合 比较積極 或者比较被动 所以你不能够 将内地 小部分的学生 放大成为 整个中国大学生的全部 那就是说 其实是一个 很明显的 一个 意变概全 那 那 国陈教育团 作为你大学里面 一个部分 但是我都记得就是说 我跟你 就是 你又肯 多谢你上来先 如果不是 我查不到 差不多一个小时 那么你一个部分 我跟你谈最多 就是在大学里面的 就是教语学 或者学习生活 那这样 那因为你读的东西 其实跟中国都有一些关系 那你也知道的 就是其实很多次 就是在大学里面的 课程 那些跟中国有关的 一些课程似乎是 第一好像很聰明 第二就觉得好像 咦 你跟中国有关 跟中国有关的一些课程 他会觉得你对中国很认识 或者觉得以后出来做事 很棒的 那你觉得怎么看呢 是的 就是那些人听到我的课程名 就说 你一定跟中国有关 那你了解中国很多 但是事实上 我们的课程 其实真是非常之片面 做学的东西 其实是以一个 就是香港人的角度 去看 如何看内地 但是事实上 就是内地发生着什么 可能已经转变得很快 而他的课程内容 只不过是说 十年前内地发生着的事情 十年前 你知道了 中国改革 已经差不多 从1978年到现在都差不多 你计算一下 都三十多年 三十二年 但是我读回十年的课程 会不会有点过分呢 我觉得是的 他的理论 只不过是 十五年前的事情 你现在 放下去 根本完全都不合乎逻辑 你变成 他的改革已经是很快速 其实跟西方接轨已经很快 如果你再用这些理论 是否已经太过时 那会不会 当然当初可能选择这个课程 也有另一些理由 或者其实在你教同学的过程里面 当然这里不是做一个课程评估 我们这个节目的目的也不是做一个课程评估 但是其实作为一个本科的教育 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你觉得是不足够 或者有什么地方你觉得 其实你如果有机会回转堂 希望会觉得得到什么呢 我发现我身边的同学 其实最主要欠缺的特质 可以说是一个语文能力 另外就是一个世界观 另外就是一个常识 就是所谓的一个常识 你说常识 当然人们会觉得 常识是不需要学的 常识基本上就是 你透过日常生活的观察 甚至是触觉慢慢去陪伴一种 正常识 等于就是说 我做这个节目 我不会穿件睡衣 你都不会赤裸裸裸上身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你觉得 常识都方面不够呢 是不是真的 大学给不到你一个常识的训练呢 我觉得其实 大学太着重就是一个 一个书本上的灌书 当你背了一个课文 你背了你就拿A 这样就可以解决到整个问题 每个人在大学里面 只是着重成绩 接着出来找工作 就搞定整件事 大学课程就是这样 你会不会跟其他院校 或大学的学生比较 会不会是 这间楼独有的现象 还是其实很多大学生 很多大学生 无论是上至港大 下至哪间都是这样 我看到就是说 香港所谓的一线大学 是少一点这种情况 而在二线大学 越来越下来 就更加严重的这种情况 我不明白究竟发生什么事 当然你说一线大学 二线大学 当然可能是 第一件事决定的表现 就是他们公开试的成绩 又或者可能 因为一线大学里面 都有一些制度 令到一些 知道不可以早点入学 当然二线大学里面 其实我都会看到 很明显就是一批 透过公开试里面 反映到他们的能力 而他们的能力 可能其实相对 所谓的院校都已经 转了用英语教学 那会否转了英语教学 令到学生的语文 听和说会好了 根本其实没有什么大分别 我会看到 其实他们用英文教学 其实很多人 连一些基本的生字 我都发现听不明白 走回去问另外一些 英文教好的同学 这个字是为什么 其实只是耽误了他的时间 并没有去了解那个知识 其实母语教学 其实本身不是一个问题 你已经回归了 其实每一个国家 其实用自己的母语去受课 绝对不是一个很有问题的问题 明白 因为我知道其实 这个政策都行了没多久 这是一个知识的原因 而且某一些学系 其实都很抗拒 特别是一些 某些学系 有一些非常资深 已经做了大半个世纪的一些 可能是老师 教授门 都比较抗拒用英语教学 这一个台话 我都不表意见 当然其实读了三年 其实你都会见到 其实你身边 除了有本地学生 也有很多可能是一些 内地的学生 甚至一些外国学生 即是你灵石见到 现在香港大洲院校 基本上是一个联合国 是 好了 你觉得 其实院校多了不同位的学生 会不会 刚才你提到 似乎我们的学生 或是你读的院校学生 即是 好像国际视野不太足够 但会不会多了我国生 会不会视野阔了呢 并没有这件事 其实 因为其实 你和外国学生 根本 大家基本上 是不会有任何交流 有任何沟通 因为上堂 大家坐在同一班房 但是 除非被迫做一些专题报告 大家才可能 硬去沟通 或者我这么逼你们 逼你们 去接触 要出席日 是的 是的 因为 其实 就算是 专题报告 要做的时候 其实 香港人 或者内地生占 大多数 基本上 我们是 不会听他们的意见 不会听他们的意见 是的 对 其实 你读这三年 基本上 都是跟香港学生 自己做功课 或者分道做功课 是的 绝大多数都是 但是 会不会是 跟你的课程 其实多数都是香港学生 内地学生 不多有关 是的 其实 我的课程 关于中国的话 国内学生 都应该基本上了解 国内的事 所以 他没有什么兴趣 是的 了解 刚才说过 你读书 你这个国际教育拳 也都 都见到其实 就算 整间学校 多了很多 讲英文的人 讲法文的人 讲普通话的人 也都 不代表 这一间 是一间 国际化的院校 是的 你知道现在院校 好像 什么一代 或者 什么俊 那些 要 散两个招牌 希望多些学生 读 那 就是 当然 其实 你作为一个 80 后的 大学生 可能都经历过 香港回归 这方面 十多年 当然你经历 香港回归的时候 其实可能年纪 都不是真的 很大 当然不是说 年纪大 你都是 可能都是 中学生 小学生 但是会不会 也都会觉得 就是说 因为你的背景 比较特别 因为你其实都很喜欢去旅行 周围去 我还很记得一件事 就是说 你暑假的时候 去过英国 也有一个遭遇 就是 在某一个城市 整餐 然后是 就是 好像 求救门门 可不可以说一说 没有 在街头 一早上被人抢了相机 而且被人打了好几槌 接着就报警 但谁知道 警察30分钟后才来 打了可能5次999 是英国哪个城市 曼茨斯特 曼茨斯特 就是大家 大家也可能认识的一个城市 然后很记得 就是说 后来 要去向中国大使馆 是 帮不帮到你 其实 没有 他好像姜茹那样 讲一些 很发言人式的慰问 就是 叫英国警方 向 这位受害者提供一些慰问 明白 就是 都是接战新的角色 也是 当然 其实 我们透过Dixon认识 80后大学生的 当然 Dixon本身 未必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例子 但 其实 你从Dixon的身上 都可以理解到 就是 去到 现在 二十世纪 已经过了十年 整个大学 基本上就是 很多学生 很迫 特别的实范时间 然后 有不同 背景学生 有内地 也有国际学生 但是似乎 从Dixon身上 看到他的 学习的历程里面 似乎又 好像觉得 都没有什么 太特别的地方 当然 我亦都会明白到 一件事情 就是说 譬如说 将来 大学 三百一世 即大学 四年制 又或者 其实大学 要因应这种变化 课程 各方面 都做出这些调整 其实 你会觉得 就是说 读完这三年 你觉得 其实 如果被你再去 选择 或者再去选择 你觉得 希望多回 什么部分的生活 令到你觉得 起码这三年生活 多一些肯定性 一些投诉 其实 我想 课程上 第一 真的要做一些改革 比如 要贴近一些 现实的情况 另外就是 课程的 考核上面 应该是比较全面 一些 不是要求学生 那么背诵 因为理论上 背诵 其实应该是 一些中学 小学的阶段 你已经做了 这些事情 另外就是 增强一些 学生的 一些语文能力 基本上 我见到 有些学生很惨 就是 连 跟一些交流生 去沟通 用英文去基本沟通的能力 都是不明白 大家鸡同鸭说 理论上 其实 香港学生 基本上 在这一件事 就是作为一个大学生 以一个 七八十年代 一个大学生的标准 根本完全是不符合 现在是好像一个工厂 去生产 一件 即是反正你都进入了 读了 对 最多你 不会拿一等荣誉 夹等 月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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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如果你真是吃得爆 就是饼 即是三十度 我们所谓 因为你知道 我们讲课题 其实都 挺敏感 所以我们都不会那么老 我认为Dickson 在哪间学校读的 也有兴趣打开自己 高登粉丝 应该自己上网去審查 对 因为我想 其实稍后 我有个部份时间 都会踏详 没有信箱的一部份 其实 在你这个部份 差不多到尾声之前 其实 我都常常都会讲到 或者其实你都会 虽然你其实 都是读一些 和社会科学 都没什么太大关系的科目 你读和中国有关的科目 但是 其实如果你留意 近来这一两年 又我们会觉得 香港的年轻人 对政治 对社会不关心 到这一两年开始 就是年轻人 对于政治社会 有部份 我不敢说全部 都开始关心了 我有八十后的一个 就是说法 甚至有反高铁 就是蔡延邨 或者甚至 我们今天吃饭 都去过某间院校的民主场 都很多同学 同学仔对 就是刘耀波的祝福声声 那你其实 刚才你觉得 你身边周围的同学 似乎又不太相信 不太相信 这些似乎是很 就是很不一样的 一个画面里面 其实你如何看回你自己 身处年代的同学 或者你觉得 其实你在这三年 或者生活在香港的环境里面 你觉得 其实你对未来 有什么远景 或者有什么看法 其实香港学生 了解一个政治问题 其实是很重要的 其实是关乎他日常生活 每一样的事情 如果你不了解 这个课题的话 即是当有一个强权去 压迫你的时候 你就没有反抗的能力 还有有一件事都很重要 就是说 人家压迫你 以为人家和你 只是少少苦楚等于极力 但原来这种少少苦楚 不是苦楚 这些苦楚 其实是一种政权 透过一些 堂而皇之的理由 或者是 增强竞争力 或者是要发展成史 要用这种理由 或者这种藉口 其实是不断剥削 一个个人的主体 甚至是将一些 我们叫做一些公平 公正正义 这种价值观 是慢慢蠶食的 或者在这 或者我们看看时间 都差不多 或者我们先多谢Dixon 他第一次做节目 如果见他比较紧张 各方面 请大家见谅 但我觉得 作为第一次上来 已经表现非常之好 或者我现在将时间 去到长毛信商的部分 好了 虽然长毛不在 但因为都有两位的读者 即是聆训 我觉得都应该 回应读者的来限 当然其中有一封 因为直接问长毛 但因为长毛不在读 我尝试带长毛去答这封信 如果这两位读者 对于我的答案 有进一步的跟进 或者不满意有批评 或者希望长毛回答的话 都麻烦 即是无论是这两位读者 内涵 或者其他的朋友 都很欢迎 寄你的电邮到长毛信商 是继续去问问题 或者给意见的 好了 先看看第一封信 我公道的 因为我跟回内讯的日期 先后回答问题 这封信 我用回全名叫 Lewis Love Love Jane 这位读者 Lewis Love Love Jane 最主要是问一些 台湾政党动员的问题 好了 或者我都将这封信的内容 读一次给大家知道 希望封信都比较长一点 他就说 长毛你好 补充 其实我不是什么读书人 我只是比较长期 RTV向左膜 然后某电台 某网台的长期读者 不便发表 我先针对问题 今天我有两个问题想问 第一 我不是国民党和民进党的粉丝 或者支持者 我不管 每个人有自己的立场 也不会去标签你是这方面的支持者 即是在我而言 好了 实际问题来了 他就说 虽然台湾豁着中华民国 经过了2008年3月22日的第二次政党和平轮替 和2010年11月27日台湾五刀选举 政党轮替互相制行愈见成熟 以及可以比美西方欧美西方国家 它是豁着了 虽然台湾法治仿有代自我原先 但是台湾除了民进党和国民党之外 还有还有没有第三、第四政党出现 或者有没有其他左翼政党 类似南韩、韩国民主劳动党 或者韩国民主劳总政党工会之类 被2300万台湾人逃避和选择 或者先回答一条文章 因为我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去看 一些有限民主地方 或者有政党地方的政党政治 或者我比较熟悉的就是日本 或者可能是台湾 比如你也会见到现在很多国家的政党政治 基本上是两个重要政党为主 刚才我说到就是 可能日本就是自民党和民主党 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小的党派是社会党 但其实都是以民主党和日本的社会民主党为主 台湾方面大家都知道可能就是国民党和民主党为主 为什么是两党制呢 因为其实要看回历史的发展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政党的出现和发展 很多时候都是很大的一件事 就是透过一些可能透过它的行业 或者透过它的社会蜜乐 或者透过它的年代 或者是社会蜜乐 透过它的童年代的人 或者透过一个组织 就是一些社会组织 可能是透过工会 可能是透过一些主研组织去建立它的根基或者赞根 如果我们看回用台湾的例子就是说 就是国民党最主要是因为它由50年迁台以来 基本上它控制了大部分的社会政治资源 那民进党出现很多时候就是因为 在七八十年代开始 就是慢慢掌介石去世 而掌经国执政的时候 就是掌经国没有他父亲 对于那个社会的行政那么严密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一些 可能是一些党外人士透过雜誌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美丽岛事件 就是美丽岛雜誌 或者透过一些大学里面的一些组织 就是一些比较轻化活动 慢慢去凝聚他们的一些社会影响力 然后你会看到就是说 台湾的例子就是说 基本上去到八十年代尾 随着这个国民党的威胁政治结束 而社会的一些势力 慢慢会觉得应该是投向一个单一的政党 去到凝聚的力 去到加速那个民主化的 所以从台湾的例子 你会看到就是说 为什么是一个两岸的局面 而没有第三次势力呢 就是很大程度上 因为八九十年代 当时一些不支持国民党的人 基本上就是觉得民进党 是作为凝聚力量 记住是凝聚力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 所以就是说 为什么不会出现了一个社会党 或者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出现 那当然其实2000年民进党执政 百年是一个转捩点 因为很多时候当时2000年 很多台湾人投民进党 其一就是说希望 达至这个政党临体 那另一方面都是当时中共 对台湾的一些外交上面 甚至军事上面的打压 模型中是变成一种反制力量 令到这个台湾民众投票支持这个民进党 令到民进党可以成功执政 但是很多人都猜不到就是说 民进党一上台 似乎好像是实现了 就是权力令到政党腐化 绝对权力令到政党绝对腐化这个道理 那很不幸就是民进党好像似乎 似乎是重通覆车了这个国民党 上台执政之后透过政权 透过政权已经建立了一种网络 去到可能譬如说是勾结或巴结 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有钱人 或者一些资本家 于是怎样有陈水扁闭案 有苏高礼券案等等 这些似乎好像是 一个执政党上台之后 不搂游水 好像觉得不舒服一样 这种这样的乖乖 但是很可惜就是说 因为民进党都上台执政 而国民党相对而言也都没有进一步退变 所以你会见到 为什么民进党八年的执政 似乎国民党没有一个很明足的进步之外 其实因为很多人对民进党的执政失望 而导致很多人都对政治失望 不会再投身参与政治 或者不会有一个想法 组织第三个政党和国民党和民进党抗衡之源 其实因为民进党和国民党都有自己地方 或者一些社会团体上的势力 第三个政党很难再有一个机会 或者一个空间去策入 去和国民党和民进党分庭抗例 所以尝试回回Lewis Love Love Yin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没有第三个选择 其实很难真的有第三个选择 除非第三个政党它有一个很有魅力的领导 或者领袖 或者它有一个能力 去燃有社会专业物能之源 开逼你一个平台 或者你一班人支持他们 而能够做了一个叫做顶足三立的局面 否则的话其实也很难有一个空间给他们生存 然后他就继续问了 而民进党其实它是中间偏左 左派还是中间偏右 右派大派等等 其实我想现在很多政党一些政治 都是重熟的一些分野 其实有一个比较难去做的地方 就是说很多政党为了要得到最多选民支持 它选举时候作出承诺 而用这些承诺分析它那个政治取态 和它实际上台之后 它实际的一个政治取态 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分歧 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用回台湾做例子 譬如我说回民进党 民进党在选举的时候 譬如很明显就是反对兴建核电 或者甚至在选举的时候 是反对核四 或者甚至很抗拒这个核电 作为台湾能源一个很重要的供应的部分 但是你会看到陈水边上台之后 仍然都是继续很缓慢地推行 或者起码他不会说关于一些核电厂 那可不可以说它是一个左派 在能源政治局里面是一个左派的政党 我们说选举前你可以说它是左派 但是上台之后 似乎在能源政策方面 似乎仍然都比较中间又好像很右派 举你一个例子 可能大家都比较明显一些 我们说作为一个左派的政党 基本上希望透过打破一些经济 或者甚至一些社会上面 一些固有的网络 或者甚至一些我们叫做抽水 就是一些中间人的抹債 希望令到一些比如说低下的一些农民 能够令到他们不会受到中间的剝削 或者在各方面 令到他们的收入各方面 不会因为那种剝削 而导致到他们不能够享有到经济成果 当然我们都明白到就是说民进党 第一它其实未必是一个农村 就是当然其实很大程度上 它是逐水规移南的政党 会不会应该是很帮助一些低下的频道 但是大家留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民进党本身的社会背景 其实不是那么单纯的 比如说可能在这个城市的地区 就有一些可能80校或年轻一点 或中间阶级 年轻的那一批比较败的 我最主要是说回08年暑居之前 而在南部组水加尔南 那种支持比较是一些可能是乡土 或者就是一些比较传统 就是一些比较地方色彩重的一些民众的支持 但是它民众支持也是比较 当然是低下阶层 但是最可惜就是说民进党这些低下阶层支持 最终并没有成为一种推动改变社会 现有一些体制的一些力量 如果有些朋友看一些 台湾一些比较左派一些的网站 都会看到台湾农民 无论陈水扁执政之后 受制于WTO的限制 仍然被外国货品进来 甚至没有积极保护本土农民的利益 都很见到就是说 究竟民进党是不是一个所谓左派的政党 所以其实 我与其然要搞清楚 那个政党究竟是属于左派右派 倒不然我们来看看 政党政治能不能够成为了一个改革社会的量 甚至我们会说 其实是不是政党政治 发展到一些民主承受的国家 会否反而成为了一些既得利益者 合法化他们既得利益的那个障碍 反而我觉得比较有意思一点点 好了 我们看看时间 就是一条题目 很简单答一答 就是关于新网络作为一个动员的力量 其实之前节目都有讲过 其实长毛和我可能有些意见上的不同 长毛认为网络的动员 最大的问题就是网络参与者本身的承担感 是不是这么大 很多时候就是说 我参加到台下放飞机的 或者基本上大家是不参加的 是不是一个有效的网络动员 当然我自己会见到就是说 这个很视乎网络动员本身背后 网络作为一个平台 它动员的手法或方式 能否真的能够令整个议题话题 有一个延续性 这个反而是网络动员 和网络动员者本身建立一种承担 承担过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因为这个可以做另一集份阻碍 或者有机会我们再讲 然后加上另一位吴先生 我很多谢吴先生继续来讯 都欢迎你继续来讯 这里又说一个发生了 但其实仍然有一个影响性的命题 他就说我照读它的内容 免得用我自己的文字可能会有些误解 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发现一些左派和资本主义者 有一种特别的做法来保障自己 就是先下手为却 例如陈玉光他知道最低工资立法 阻止不了进入最低工资委员会 参与制定最低工资过程 就是说反正最低工资 我们都不能够阻挡他的势头 不如我们进入这个会 另一样东西就是说 不是陈玉光自己本身主动加入 而是政府透过一种行政吸纳政治 或者透过统截 是加入了陈玉光 进入这个咨询教育里面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看回吴山的屯幕 其实有一样东西都想提回吴山 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作为 就是我们理解香港政治的部分 其实有机会的 一月头其实我知道 其实In Media都搞了一个讲座 就是讲到关于一些叫做乡郊政治 大家都知道其实乡郊政治里面 乡议局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而乡议局里面 为什么它能够发挥影响力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 由殖民地时代到特区政府年代 其实很多官员都觉得 要吸纳这个乡议局 作为一个权力的价格里面的一个部分 当然乡议局有没有权制定决策 其实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我不做一个结论 但是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就是说 特区政府或者殖民地政府 或者要令到这个政策 有一种叫做认受性或者合法性 它会好像将这个政策相关的持分者 入到一个政策制定机制里面 然后透过咨询、开会 或者有时就是说 18元、22元、32元 希望第一 要令到整个政策制定的包装 如果是说政策制定是一个包装 令到包装就觉得 咦?政府都听了不同意见 奴方我又听过 知方我又听过 那么这个政策出来 是不是大家会接受呢? 或者就是按一个政策 大家都觉得不满意 但都可以做到大家一人走一步 一人让一步的结果 就是我们叫做公职的结果 这一件事其实大家都可以留意到的 就是我继续看回吴先生的封信 吴先生的封信 吴先生的封信也提到就是说 有例如政府可能 找人加最高利得税 梁兆基就会走出来 建议政府降低利得税 以图将自己行业影响降到最低 当然我们会说 会不会是一种政治上 一种讨价还价? 即是说你交我最低工资 是不是应该减我这个理得税 是否一种这样的关系 那暂时因为最低工资 还未正式推行 我们暂时都不能够去看回 会不会是一种 一种叫做社会交易 一种社会交易或一种政治交易 但是如果大家都知道 其实香港基本上 那个政治格局 权力分配没有改变的 最主要就是 因为资本家在香港政治上有很大影响力 甚至有加油城的说法 又或者说到另一个最大影响力 就是建制派 或者亲北京派的影响力 如果我们理解到 基本上建制派和资本家的影响力 没有因为这些政策出现 有任何影响力的增减 又或者我们相信他们的影响力 越来越大 这种左手过 这种左手来右手去 是否真的不重要呢 那最多什么 吴先生就希望长毛建议政府 将深控税的门栏 提高10% 或者增加1.5%最高的得税 反而我觉得这里有一个 挺有趣的地方 就是说 你得税高低 和那个城市本身 有利营营环境 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很多人都会觉得 香港每一年 在自由经济盘栏 第一 那就是威威 第二就是说 香港是一个营商环境很正的地方 但很简单 营商环境背后最重要是几件事 政治稳定 此其一 第二 有没有一个公平合理的营商环境 还有第三个就是它的经营成本 那大家都有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说 香港作为一个营商环境 经营成本最大的一个阻力就是 租金 那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租金是数一数二 甚至租金高度就是 就是说连一些可能不是非商业区 他们租金的加幅非常之大 就好像我家里有一间茶餐厅 都是中小企经营 就是一些街亭式的工业 但是业主又觉得 咦 现在楼价高 当然是价利租金 加了不知两倍的结果 业主宁愿那些空局铺 养老鼠 养蟑螂 养蟋 他都不肯减租 所以去理解香港营商环境 各方面 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角度 就是说租金的部分 会否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到香港有一个公平的营商环境 所以今天来来去去 我一个人又说了很多话 亦都请了嘉宾来 即Dixon来 和我们分享了他的大学生活背后的一些观察 那向了晚节目时间 去到这里 又或者下星期希望长毛回来 和大家继续向长毛 那我们这个节目时间到这里 即下星期再见 拜拜